在远距工作 远距教学及宅经济持续带动下 产业需求跟着畅旺 也反映在华硕第三季财报表现 营收1196.12亿元 季增40.6% 年增35.21% 美股权益14.1元 创单季历史新高记录 华社在区域市场方面 欧洲地区成长达104% 北美100% 南美地区也有67% 整体教去年成长85% 疫情爆发 使得上半年的需求转移到下半年 法人也关注 疫苗的出现 这些需求是否跟着减少 展望第四季 华硕认为目前接单 营运程正向健康趋势 在供应链方面会更紧俏 但依旧是公布应求 也有部分需求 会定延到下一个季度 新哈尔雅特电视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导